诶,那怎么去产生一个逻辑啊,不过这一题我觉得比较要需要绕一下 就是说,你必须用多少,用3去减 3减掉2,那就剩1嘛,对不对,等于1的话,前面补一个0 如果说呢,他用3来减,3减掉1一个字,那就补两个0 诶,那刚刚好符合,那怎么做,首先第一个 你做完这样之后,记得不要用这个 这是错误的示范,ok,好,那我们第一个 先把它在G4的前面,补上一个LEN LEN,LEN,刮补起来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他会帮我算出有几个字,两个字 可是我不是要两个字啊,所以必须把3减掉它 3减掉LEN,3减掉这个,那这样的话就是 会3减掉它,那就剩1嘛,3减掉2,有没有 他回来LEN,长度就是两个字 那就是重复,重复一次 可是问题你要让它重复0,怎么办呢? 记得在这个前面再加上什么? 你可以自己打REPT,对不对?刮虎 重复什么呢?重复0 逗点 第二个才是重复几次,有没有? 第一个是重复这个东西 第二个是重复什么? 重复几个0,有没有?几个0嘛 所以3减掉2,那就一个0 3减掉1,那就两个0 这规则OK,把它刮虎起来 后刮虎的,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我建议自己打上去 应该也没几个字了 OK,打勾一下,看一下 是不是08,084,不是,为什么? 因为它只是处理什么?重复几个0 并没有加上区码,所以后面再加什么?and and什么?区码 打勾,084 这个时候你往下填满 刚刚的问题应该就不会出现了 有没有?再往下,应该也不会出现了 所以应该没问题 但是,后面还有个区码 可是区码跟末码跟这样 区码跟末码,其实它的公司是一样的 只差别,本来是G4 变成H4 所以比较聪明的做法是怎么样? 把这个地方,Ctrl-C 记得,把这个and的符号一定要复制到 复制,要复制对地方 Ctrl-C 再贴到后面 那记得做一件事 就是把这个改成H4 要不就是这样点一下 要不就是直接选它按H 这样也都可以 打勾 最后记得打勾一下 那我们的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你做完之后的话,向下填满 一次就做完了 所以基本上再check一下 理论上应该就没有太大问题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假如题目要求是 用REPT 加LEN 做法是这样 最关键的地方应该在这里 repeat 0 几次 3-LEN 由G4去判断 几个 最后再补一个它的区码 前面指的是重复几个0 后面是区码放进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这个是还蛮常使用到的 就是这个文字 你要把它组合起来的话 通常都会用一个M的符号 然后中间也许你是用一些函数 帮你产生你要的结果 然后把它组合起来 就会是你要的结果 手机号码就符合 这个题目要的这个 它要的这个格式